歌手李黛默走红之后呢 忙着跑商业跑活动筹备新歌 回家呢已经是个非常奢侈的梦想了 然而现在呢终于有一次机会 回到家乡齐齐哈尔庆祝生日 那么家乡让他最为想念的是什么呢 我今天就想了我妈包的过烂 炖的豆角拌的凉菜 就哪怕只要是我妈给我的 就什么都想吃 我觉得我爸我妈肯定会明天起早 会回去给我买很多东西的 面前的李黛默看起来 比去年参加歌唱比赛的时候 显得轻瘦许多 也难怪他回到家乡 首先想到的就是妈妈做的美食 而且让人意想不到的是 李黛默竟然也烧得一手好菜 我喜欢自己做饭 因为我家以前特别小 我们三个人住的 好像是一个七平米的小屋子里 我那时候给我妈做的是 好像西红炒鸡蛋吧 别看现在李黛默有着一副好身材 这其实都是他大学时期 努力瘦身的结果 因为爱吃 李黛默从小就有着球球的昵称 到了高中 体重更是一度超过了300斤 这让学生时代的李黛默 在心态上多少受到一些影响 特别的胖 上学的时候他只能一个人做一桌 他不能跟别人同桌 他就特别的胖 我们就是有课间操 上了两节课 然后我们会走那个队列 然后有的人会说他 虽然外表上不占优势 但是从幼儿园开始 李黛默就表现出了 很强的音乐天分 幼儿园的时候 我爸我妈就给我创造机会 就让在六一儿童节的演出的时候 就让我跟校长 园长去沟通 让我上台唱歌 他上初中的时候 在铁路一周 他开每年有田径运动会 五间不兼修 他就自己上台了 上台就是跟主题台说 我唱歌行不行 完了人家就答应他这个要求了 他还唱了两首歌 按理说男孩一般喜欢摇滚类的重音乐 但在参加歌唱比赛时 李黛默的温暖情歌路线却独树一致 而他这种独特曲风的形成 实际上和爸妈为他营造的音乐环境不无关系 其实我非常喜欢邓丽君的歌曲 可能通过他这个熏陶 可能他逐渐也喜欢这种风格的类型的歌曲 在父母的影响下 音乐天分还不错的李黛默喜欢上了唱歌 在高中时期他更是接受了美声唱法的专业指导 这也让为身材自卑的李黛默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优势 有一首歌 然后吧就是大家总在一起唱 然后每回都是那个李黛默领唱 我觉得我总有一天会证明给你们看 我是一个可以让你们接受的人